各位,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講 電腦知識的基礎 即是說 數碼化移進制 那個時段 很長篇 今天應該是第八講 其實之前我們講過很多關於 為什麼電腦要用移進制 上次我們有講過 電腦如何利用兩種極端相反狀態的物質 或者現象 來代表零同一 因為我們經常講零同一 其實是一個數學的概念 但實際上在電腦裡 它不是零同一的 我們要找東西去代表零同一 是吧? 所以就是用了有電沒有電 磁性的南北極 凹凸 這類的東西 來去做 OK? 所以就有些不同了 好,我們繼續 我們上幾次都講到 就是用移進制 也就是零同一 來代表 資料 文字 代表地址 代表操控 控制的訊號 諸如此類 是吧? 於是我們慢慢慢慢發現 我們第一代的電腦 只有八個數位的二進制 是吧? 八個零 去到八個一 總共有幾種零同一的組合呢? 就是二的八次方 換句話來說 也就是256 但是256是很有限的數字 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 我們需要更多更多的零同一的組合 來代表千千萬萬不同的東西 什麼意思啊? 是不是? 除了地址 不止256 是不是? 好了 還有其他呢? 比如說 顏色呢? 解像到resolution呢? 音樂呢? 是不是? 諸如此類的東西 如果加尼根很有限的代表的話 那就變成失真了 你越來越多元素去表達它的話 這樣才能夠使得很多東西圓滑 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加尼根看到很早年 譬如是二、三十年前 有些電影或者短片 講Robert 即是機器人講話的時候 或者操縱電話的話 聲音說話的時候 聲音動口你們會偏遠距 可是這個事情没有掃到 因為數位是否有 закон 所以聲音亦變得奇幅 sujet Ag plain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now? 是不是? 这就是很典型的时候 当它用电脑而进去表达 声音的频率或者节奏的时候 不够容量或者不够代表性 好了,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延长个数位 从8Bit 8个位的0和1 变成16Bit 16个位的0和1 再变成32Bit 再变成64Bit 甚至128Bit 那就是天文数字 但是没有变 仍然是由0和1的组合 那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跟你在人和人 Human之间沟通的时候 我说 比上二进制下 如果现在我说 这个 给你多少钱 OK 有0和1表达的时候 很长也没有多少钱 是不是? 因为0和1逢2 就已经进位了 10进制就逢10进 容易一些 10就10 100就100 1000就1000 大家明白吗? 是不是? 但是如果二进制的时候 我今天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0100 011 0101 111 那么多钱给你? 大哥 那就是多少? 对不对? 但是我又要刚才大前行 基于二进制 第三个条件就是 我只是为了 我们Human之间的沟通 我可不可以讲得短一点 就表达了 那个二进制的数字出来呢? 例如现在 举个例子 实进制 我给10000 那就是1000 我可以讲四次 10000 有四个音 但是如果现在我数字变成另一个单位的时候 1K代表1000 那我多少? 1K 那就两声 是不是? 1M就更长 7位数字 1 000 000 你都听了很久 是不是? 如果说1M 或者1M 那就缩短了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目的 是不是? 就是我们在 计算机去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 以及去沟通的时候 甚至我们再讲细节点 一些programmer 程式师 編程的人员 程序员 所谓 他編程的时候 如果我要某种某种组合 哇! 打这么多零和一 可不可以有一些简短一点 缩短一点 精简一点的表达方法 那这个就需要导入另外一种 所谓数制 那这个是什么? 十六进制 你听听一下 忽然跳起 我搞错了 二进制 你都说到我头都暈了 现在又搞十六进制 那 喂! 大哥 你教数学 要是教电脑 是不是? 你会有一种质疑 我有言在先 我们现在是打基础的时候 是不是? 很多时候 电脑的基础是什么? 数理 学电脑的人 你的数理基础不好 那你就很吃亏了 是不是? 那当然 又不是吓到大家 十六进制是什么呢? 十六进制 其实是基于二进制 没有变到 都是二进制 只不过呢 就给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使得我们人与人之间 或者人与机器之间容易沟通 刚才说的那些 是不是? 所以你不用怕 不是学另一种数据 因为十六是二的倍数 什么意思? 比如现在好像 英国 甚至我们中国十六进制 都有 我以前说过 是不是? 中国一斤是十六两的 是不是? 半斤是八两 许冠杰也唱了 哈哈 所以变成了 十六是二的倍数 反过来 十六除二除二除二 最后是除到一的 十就不行 十进就不行 十除以二是五 但是五除以二就有少数 二点五 那就不对 那就不够一个单位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希望 把一个八位的数字 十六进 自然应该是十六个数字 那十六个数字 如何表达呢? 看着吧 我们从十进制开始 0 1 2 3 4 5 6 7 8 9 这总共是十个数字 那就是十进制 那这次十六进制是什么呢? 9之后就不会进一 而是另外一个符号代表它 是什么? A B C D E F OK 那你数一下 0 1 2 3 6 7 9 A等于十进制的10 但是它用一位来代表 B是代表什么? 11 如此类推 12 13 14 15 是吧? F就是15 那F加1呢? 那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F这里是1 那它进位 16进 不是17进 是吧? 16进 F加1进位 那这里就变了1 是吧? 1 0 是吧? 如果你说明这个十六进制的话 那这个十六进制的代表它 就是叫做什么? Hex Number 或者说Hex Decimals 那这个英文来说就是十六进制 十六进制就是以什么为底? 十六进制是以十为底 10 based 二进制是以二为底 2 based 十六进制呢? 自然就是16 based 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位置是什么? 十六的零次方 说过了 任何数的零次方 除了零之外 都是等于一 这个位置是多少? 十六的一次方 是吧? 如果你说一零的时候 这个十六的零次方 任何数的零次方 都是个位 不是一 我刚才说过的意思 是个位 是吧? 那这里既然是零的话 就等于是什么? 零乘与十六的零次方 那么零乘任何数都是零的 那这就没有了 那这里又不同 这里是什么呢? 这里是十六 基础是十六 这里变了一零的 看到吗? 这是一乘十六的一次方 这里是一次方 对不对? 那这就有十六 那这整个数 一零hex number 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十六 一加零 对不对? 这里是一乘十六 这里是一零 其实就等于 十进制的十六 是吧? 好了 那你记住这里是F 那就可以代表了 那就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第二个数 上一位是F 的话 它基础是16 好了 那你想想 256 有另一种计法是什么? 16的平方 就是16乘16 是不是256? 是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两个 16进制的数字 来代表了256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变成了 譬如今 我们用这个 两个数字 两个 F F OK 这个F 刚才说到这里 就没有了 就是0 如果你是0 如果你是0 OK 就是0 形成16的0 脂肪 如果你不是0 的话 你是F 是不是? 那么F是0到 多少? 15 是不是? 0到15 这里又是0到15 16的数 16乘16 F 0 0 F 等于256 是不是? 所以 两个F 代表256 是不是? 从01开始 01 02 03 04 0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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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E F 那就进位 然后这边 由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1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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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等於二百分之六 這段片要重新看幾次 大家要明白 我們用這種方法來表達一些長一點的二進制 是吧? 剛才講過 你問,Jerk 我又學這些人幹什麼? 我又不是學數學 但不是的 你要知道這個 就是用來表達 Internet 每一個能夠上網的器件 它有個physical 的地址 那個physical 的地址是什麼? 就是叫做MAC地址 MAC地址是什麼? M stands for Media 那個介質或者那個媒介 Access a Control 這個地址我們在 講這個 我看網絡的時候也提過 我想我第十四、第十五講也提過 這個地址是 那件東西 即是你那個 computer 或者你那個 network cable 的 printer 或者是你那個手機 或者是你那個 tablet 這類的東西 iPad 諸如此類 它旅頭出廠之前 就會固定一個MAC地址 這個MAC地址 這個MAC地址是由六組的FF組成的 六組 即是六成兩個數 即是十二個數的FF 它就用兩個colon隔開 比如這裡是FF 如果這裡是C1 如果這裡是C1 如果這裡是B3 然後下去這裡總共是六個組 六個group 是這樣子去表達的 OK 這個就是 有很多很多數字 對不對 這裡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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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四位 然後 乘以六 這是不是很大的數字 可以分配給很多不同的 hardware 舉個例 如果你在Vancouver 那你又是Soar cable給你的 Internet的服務 Soar cable 就給你 能夠享用一個Soar Open的服務 即是一些比較旺的街道 或者是大的 mall 或者是Library 或者是街道旁邊的商店 它都提供一個免費的Wi-Fi 而這個Wi-Fi 你說免費就行 你說不是免費就行 只要你是Soar Cable這間公司的客戶 只要你在Soar Cable的網站 輸入了你的手機的MAC地址 那你在街上的時候 你自然一路逛街都有Wi-Fi 因為那些商店 通通提供Soar Cable 免費的Wi-Fi 免費的Wi-Fi 給你 那你其實就不是免費的 你是Soar Cable的客戶 那你自然就有Soar Cable的帳戶 那Soar Cable就給你 輸入那個地址 那你就要懂得找 你的手機旅途的MAC地址 是不是 你要懂得找你的Tabrid的MAC地址 這樣才行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 回到我們Internet 講Internet的DHCP 我相信是第十五講到的時候 我就講過 如果你家裡 OK 將幾架用Internet的 無論是Computer也好 手機也好 Tabrid也好 的MAC地址 輸入了下去的時候 相對來說 沒有輸入的那些 就被拒之門外了 不能進入你的Network 就是這樣用的 是不是 即是你的Internet 本來我們講Internet的 DHCP 是可以自動派發地址的 那你自動派發地址 只要有Password 就能夠進入你的網絡 現在我反過來 只有這四個 或者只有這六個 才能進入我的網絡 沒有註冊 沒有來我這裡 報到的那些 就不可以了 自然就拒之門外 這個也是Internet 在分行上的一種 保安的措施 所以呢 大家又要想一下 這個什麼叫做 Hex number FF 再講多一點 就是譬如 我們 你做Photoshop 或者是做Color的東西 你選擇Color的時候 很多時候 表達的Color 也是用16進制的 那它又怎樣呢 它多數就是 因為我們多數 基本上 MONITOR的Color 就不會太複雜 OK 不會太複雜的時候 它往往就是 用這裏 Red Green Blue RGB 於是 Red 就用FF 總之 令FF 表達不同深淺的紅色 綠色 這裏又用FF 代表不同深淺的綠色 這裏又用FF 代表不同 藍色的深淺 是吧 於是兩個選擇 這個號碼 就代表一種 特定的顏色 是吧 所以你編 這個程式也好 上網搞你的網頁也好 你的背景或者你的 你喜歡什麼顏色 那你就要靠你 issue 這些號碼 出去 它就和你混出 用Red Green Blue 紅綠藍 來混出理想 屬意的那種顏色 學十六進制 其實就不用怎麼學 知道它的變換方式 其實它有單位來 是吧 是一樣是二進制 就是用不同單位去形容它 不是說一寸零同一 而是精簡了它 變成F 零到F 好嗎 今天先講到這裏 那以後我們呢 以後再繼續 Thank you